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心里想了半年了支机栋 终于来了 今天是一波三折呀 刚开始还走迷路了 但是现在可算是早到了 旁边这个是一个北齐的一个雕塑 造像是北齐造像 公元568年 聚集都快2000年了 但从这个地方实际上去就是支机栋遗址 咱们上去瞅瞅 身后就是这个支机栋 我现在就在这个栋里 我站这个位置 我估计着 当时这个高度应该和这个是一样的 他不是说是80年代至90年代经营过这个烤虎挖掘吗 他应该是在这一块挖下来 然后挖下来的时候只好是断面 断面还要看这些加的这些石头挖啥的 像那种小石头 其实这边人挖啥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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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我感觉这是多少年来 这累积到这儿了 一层 负一层 一层 覆盖一层 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些 如果一些石器 就是石器时代 这个石器时代 从几百万年一直到几千年前 都是石器时代 它是个时间概念 这有个概念 它并不代表那个时候的人 他就不会用别的东西了 只是石头比较多 削切器 打猎 耕冲 用了石头比较多 而发现了这些比较珍贵的石器料之后 所以说这儿就号称是河南省第一栋 也号称是中国第二栋 它是和北京的山顶栋来说的 这儿围中不足的 美中不足吧 就是说人类遗迹好像是没有发现 发现的是一些烧烤 烤火的痕迹 还有一些食制品 还有一些动物的骨骼 然后就是在这些夹层之下 从这个地方咱们可以上到第二层台阶 我们现在上去继续往里面 so check it out 大家仔细听到了吗 那个松鼠的叫声 以前啊 这儿住的是猿人 现在人已经不在了 远去了 现在成松鼠的家了 上二层的话有点抖 这就上到二层平台了 可能当年这个考古发掘的时候 这个时间到这平台了 这儿发现了这些古文物啊 发现了都是上万件 出土量相当大的 这个洞穴是个天然的洞穴 但是呢 它加以保护了 你看这边加了一个顶 你看这边也是个顶 或者它原本是有顶 这这么多年它塌陷了 然后加了一个顶 挡一下雨啊 即使如此 你看这个水渗进来 这个痕迹 也是出现了不少的塌方 怎么说呢 现在这种感觉 就人人都会有的这种 在这样一个上万年的 这样一个洞穴里 古代的人已经远去了 那种诗怎么说着呢 灯幽州台阁 反正是灯知机动 对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替下 咱这就是这种感觉吧 哎呀 还有这种类似的诗很多呀 当然感慨也没啥 感慨了 时间还是会不停的走 这人这一辈子 到底给这个人世间 要留点什么呢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